那個地方美女如雲啊 當然美女如雲 那裡面 你剛才講到那個老街有沒有 老街就是國桿這個地區 這個自治區裡面的首府 是一個地方 是一個都市 他那時候裡面最有名的社群區有沒有 性交易區叫做喜玉一條街 喜玉一條街 你要睡醒去啊 什麼東西都在街的地方 那個喜玉一條街 我跟你說 你晚上去 整條街 騎下去 全部都是美女 因為這個喜玉一條街 就比泰國的 泰國水還更厲害 你去那邊 你只要錢賺下去之後 你要玩什麼花樣 一定都有人陪你玩 這個理性的前男友 你就是有問題了嘛 你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跟男男女朋友關係 還是你到底就是人蛇集團的一部分嘛 說不定前男友跟現任男友 理應外合也不一定啊 這就是內心通話鬼嘛 所以你到底是三個人共同集團 還是你把他騙過去 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不要浪費資源去救這個女的 好像就像是一個自治區啊 對啊 在本身自治區 難救的地方喔 而且全世界最黑的兩個園區 就在國桿 對 因為國桿這個地方的話 他有那個歷史淵源 他以前最早的話 就是那個羅興漢嘛 就是國民黨那時候培植 那個泰敏邊境的那個軍隊 金三角 對對對 他後來就跟 全世界最大毒銷嘛 所以羅興漢後來昆殺在這個金三角的地方 有沒有 就變成王 在這邊稱王 那個時候 那時候那個 那個羅興漢在這裡真的是不得了了 那是後來緬甸軍政府 他那個那個共產黨在那邊執政之後 他覺得說不可能給你在那裡 有一個勢力 對 有一個勢力這麼大 所以他就把他趕走啊 他趕到泰國去啊 後來是泰國抓到了羅興漢之後 把他交給緬甸政府 判了無期徒刑 這個地方軍政府執政時代才結束掉 可是你知道嗎 走了一個那一定有新的人 定起來啊 因為那個時候早期在這邊種英樹 那個海洛英有沒有 美國那個時候稱他叫做海洛英教父 海洛英真的是全世界有名的啊 所以後來接下來就有個彭家生 就開始來主政 1989年的時候 換彭家生主政之後 可是他上來的時候他很奇怪喔 他不賣毒品 他不准人家種英樹花 那他種什麼 這個地方這麼大一片土地 他要做什麼行李 他開始做博弈 開始拔掉 對 所以那個時候賭博 賭博是從那個時候 然後彭家生開始之後才起來的 那起來之後 你可以開賈金的時候很恐怖 那個賈金你也知道 賈金一開就色情就來啊 毒品就來啊 所以他才剛才那個Semi講說 這個地方很恐怖的時候 黃賭 毒全部在這個地方 慢慢慢慢就開始發展起來 對不對 那是政府在做的 所以這個地方 賭 賭 色 那是沒多的 那是合法的 你知道這個地方是 果敢地區的經濟資助 對不對 他這個地方可以養活多少人 就說那個地方美女如雲 當然美女如雲 那裡面 你剛才講到那個老街有沒有 老街就是果敢這個地區 這個自治區裡面的首府 是一個地方 是一個都市 中老來的地方 不是像我們說的 什麼淡嘴老街那個 不是那個老街 那個是老街是一個 一個城市你知道嗎 他那時候裡面最有名的 社群區有沒有 性交易區叫做 喜玉一條街 喜玉一條街 你要水城區啊 什麼東西都在這個地方 我看名字我就可以想像 那地方在幹嘛了 對啊 那喜玉一條街 我跟你說你晚上下去 那整條雞騎下去 全部都是美女 丁雪你去過嗎 我當然沒去過啊 我怎麼可能涉及那種 因為我想說 社會記者可能很多都去過 我怎麼可能會涉及那種 不良場所 對對對 不會 那你知道那個 因為這個喜玉一條街 就比泰國的 泰國歲還要厲害 你去那邊 你只要錢降下去 你要玩什麼花樣 一定都有人陪你玩 因為那個時候 他們是招募這些女孩子 都是用高薪來的 你只要有錢的話 所以我剛才講說 那個敬禹女大學生有沒有 我研判那個兩個原因 他為什麼不回來 很簡單嘛 第一個就是愛到比較參世 那那個小優他是他新男友 他騙他說 我等一下發展不好 這實在一禮拜新男友 是不是愛到參世 我跟你說這就是厲害 詐騙集團用那種Line 用那種群組 說可以聊天 聊到你忙碌碌 第一可能是愛到參世 第二可能就是為了錢嘛 現在嘛 今天早就吃不見了 五千多五千多六千多 七千多五千多 到晚三千多五千多 我覺得 我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